说到当下发展得不错的女明星 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杨子的名字 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杨子是童星出道 七岁起就进入演艺圈 随后因出演喜剧片《家有儿女》中的下雪一角而走红 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 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 如今一看到她 就让人有一种家人的亲切感 像是隔壁家温柔的小女孩 又像是自家调皮的小闺女 文静温柔又不失调皮可爱 这就是大家都喜欢的杨子 长大后的杨子更是凭借多部电视剧成功走红 如香蜜沉沉静如霜 亲爱的热爱的余生请多 指教 长相思等剧中的精彩演技 也是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而且还获得了不少大奖 可谓是前途无量 近几年杨子曝光率非常高 事业突飞猛进 圈内人 前同事对她的评价也大多是夸赞 当然 开的电视剧热播度也极高 因此收获了收视女王称号 并且还自带望夫体质 与她合作过的男明星都火得一塌糊涂 不仅如此 长大后的杨子颜值非常高 一颦一笑很可爱 虽然她自己本人也承认过有微调 但在娱乐圈混 没有一副好皮囊是不行的 很多人都说明星的杨子 都靠美颜和丽静撑起来的 这句话没错 但是路人镜头下的杨子也非常好看 她属于耐看型的 让人看着很舒适 很像林家姐姐的形象 而有一种演员 天生就适合走清纯路线 傻傻的 甜甜的 特别受男主角的欢迎 这种人说的就是杨子 杨子这一路走过来 其实受到的质疑声是相当多的 但是好在杨子的沉淀和学习 一直以来都坚持不懈完善自己 突破自己 用实力和作品证明了她的实力 可以说她所有的成长 我们都看在眼里 现在的杨子已经成为了 炙手可热的当红花旦 而在她成功的背后 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杨子的爸爸是一位消防员 而妈妈是一位配音演员 杨子能走上演员这条道路 与母亲有很大的关系 杨子妈妈的名字叫做马海燕 毕业于俄罗斯库尔斯克语言师范学院 其实她也是圈列人 不过显少出现在大众面前 因为做的是配音演员 所以也算是从事着幕后的工作 当然 出道以来 马海燕也和许多优秀的剧组都有合作 例如天龙八部的阿珠 武乐传奇的夜沙 罗 游戏古剑奇 坦二的花月等都是她配的音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马海燕还是《甄嬛传》中的崔锦西的配音者 看到这里 大家对杨子为什么优秀 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这么优秀的妈妈 为杨子的演艺事业保驾护航 杨子想不红都不难 原来杨妈妈竟然这么有实力 现在也有很多人知道 为什么杨子那么优秀了 原来主要是源自她的家庭 父母对孩子们的影响十分大 尽管如今杨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杨子并不满足于现状 她坚信 只有充满决心和激情 才能实现更多的突破和进步 相信杨子之后也一定会更好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